這場精彩又特殊的皮影戲 是由伊甸信義失智社區服務據點 舉辦的成果展 由伊甸集中區工作人員 陪同失智長者們通力合作表演 現場掌聲不斷 同時帶來動態的歌舞表演 來賓家屬和失智長者們 一起共舞 現場氣氛十分熱鬧 所以慢慢我們就來學習演戲 所以我們現在要演故事 那今天各位家屬就可以看見 爸爸媽媽在這邊的一個 很棒的學習成果 待會演戲 等一下要劇透一下皮影戲 皮影戲的這些材料 也都是我們這些阿伯阿姨們做的 所以他們剛剛唱歌的那種表情 跟那個小孩子一樣 非常的興奮 就是雀躍不已 所以呢在這麼幾年下來呢 有看見他們的成果 基隆市衛生局長張賢正 親自參加一起運動載歌載舞 感謝伊甸在全市九個師志據點中 就承接其中兩個據點的服務 也鼓勵長者們多動腦多運動 活得健康減緩退化 把這個設計還給它表演出來 所以阿伯阿伯還有打擊樂器 這都是我們花很多時間 用很多頭腦跟腳掌有叮噹到 腳掌有叮噹 頭腦也有用到鬧 這樣就不會退化 一會一會 但是越來越健康 所以我們感謝我們的伊甸 我們基隆有九個師志據點 我們有很多阿伯阿姨阿公阿嬤 有需要我們大家做會 最關心有好處去上課 去用頭腦用腳用手的地方 伊甸帶頭 有兩個為都是我們伊甸給我們換的 伊甸看得很好 伊甸信義師志社區服務 據點希望來這裡受服務的師志長輩們 都能夠不受任何形式打破框架 並且相信自己的能力展現獨一的美好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